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9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平安经看中国官场风气》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议题,因为虽然我看这本书 我没有看到这本书 原版的这本书,但是我在从网上看到那些内容来看 真是让我有点恶心,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因为 这个非常有典型性,很有典型的价值 所以我们来讲讲 讲新闻,事件 事件是什么?事件就是一本书,这本书叫《平安经》 人物或者是作者,作者是吉林省 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 他名字叫贺电 那么结果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7月29号,吉林省 新闻办 通报 吉林省委决定 成立由吉林省 吉林省委 政法委牵头 省纪委监委 省宣传部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对贺电所作《平安经》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这个就是结果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事件,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 拿来当笑话来看,但是这件事情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政治后果 出现了政治后果,然后政府就出来了 吉林省委就出来了,要处理这件事情 大家记住 一个官员,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官员,经得起查 经得起这么查 搞个联合调查署来查 那一定会查出问题,除非不想查出问题 或者是要保他 但是肯定,现在这件事情 是什么?现在这件事情就是出事了 这事就当着已经出事了 这个调查组来进行调查核实 是处理问题 来处理问题 那么这个书是个什么书呢?我们来一样一样的讲 一样一样的讲 平安经 它有个字序 那么贺电在这个字序里面讲,讲这本书是以经为载体 以歌诀,歌文形式撰写的平安诵歌 然后全书有平安经百句诀 十篇和十篇构成 平安经百句诀,就是平安经的高度概括 抽象和浓缩 这个利于口头传颂 背记和书写,就是一岁平安到99岁平安,一直读下去 真的很容易记诵,也很容易背记 那么它还有十篇,十篇的内容分别是 什么?宇宙时空平安,世界大地平安 世界各界平安,还跑这个各界来 这中共党员还有个各界 人类文明平安,国家地区平安,中华大地平安 中国各界平安 中华文明平安,中国各地平安,人类众生平安 这非常 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的 好笑,我觉得是非常好笑 那么这本书其实为什么会引起关注,或者是引起大家的 吐槽,其中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官媒和政府,官方的这个肉麻吹捧 是让这本书被关注的原因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烂书 你去书店,你看一下,大概有一半的书都是烂书 但是 一点都不妨碍这些书的出版,所以 这个世界出版烂书并没有过错 但过错是什么 过错就是 大家看一下 这个媒体是怎么样,没有底线的吹捧 5月8号 吉林网 吉林网是吉林省的官网 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表署名为张勇的 一篇文章 出自当代作者的首部经书平安经的文章 然后就是疯狂的吹捧 作者贺电博学多时 拥有警察和专家双重身份等等 这是吉林网 然后这个 5月9号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 官方微博公众号 发表了《拜读平安经感言》 这文章 然后是这个6月7号长春日报 长春日报 助力平安中国平安吉林建设及 平安经公益朗诵活动 居然还有朗诵活动 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然后活动由什么呢 吉林省政法委 省委宣传部 省文联 省团委 长春日报等社共同主办 主办这份书 这个平安经啊这份烂书 然后吉林省朗诵艺术协会 听过这种协会吗 承办 然后就是然后有当天有十几位省市文化界人士出席 那把我先画了这个 然后 朗读 撰写就共同创作原创丝歌 撰写平安经读后感 然后共同朗诵 那个 然后而且在网络平台 和长春广播电视台 等媒体进行展播 这是一个 然后是这个吉林日报也报道了这场活动 南方都市报报道 然后就是吉林省 警察学院公众号 2017年9月11号发 发布的署名朱林的意趣高谷 约尔写真贺电先生的书法作品 然后提到 贺电的书法 贺电的各种各样的书法 构思一幅巨作 万方平安 等等 好这就是 为什么会公众关注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你可以看到 这个媒体 当然中国只有官方媒体 中国的官方媒体 还有 就是中国官方的机构 在为这本书 没有底线的在吹捧他 吹捧这本书的确是非常的搞笑 然后这本书的出版是个什么情况呢?它是2019年12月份出版 定价是 299 非常贵,在中国299的这种 那是非常的贵 他的出版社是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和群众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很奇怪,我没见过有一个联合出版的这种 这种模式 出版社呢,通常呢 中国有书号,书号就是出版管理的一种模式 就是你拿着书号 你才能出版一本书 一本书如果没有书号,这本书不能出版 那么书号跟着哪儿走?跟着出版社走 每个出版社每年分配一定的书号给他 所以呢,你出版一本书呢,你通常就 有出版社 然后有书号 那联合出版是什么鬼呢?联合出版,这个是一看就是有问题 因为出版社一定是一家 因为你不可能有两个书号 书号是有价的 书号是有价格的 你自己想自费出本书,你就要去买个书号 去找出版社给书号给你,那你得给他钱 是这样的,所以联合出版一看这就有问题 然后人民出版社7月28号发表声明 说该社从未出版过平安经营书 然后也从未同意与任何单位联合出版该书 这有问题了吧 对于假冒该社民意出版该书的行为及相关责任的人,人民出版社 保留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那你想一下 这是个公安厅的副厅长 他出的那本书 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呢 人民出版社说他没出版这本书 可是 这本书的出版商是 人民出版社和群众出版社联合出版 这肯定是有问题啊,中间这是一个,你看一个厅长,公安厅的厅长 然后呢 群众出版社呢,他的官方网站介绍 介绍什么呢 这个出版社呢 是属于公安部的国家级出版社 看到了吧 知道为什么会是群众出版社了吧 因为他是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 找到了 系统内的一个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的前身是什么呢 是中共地下党在北平为了开展工作 秘密 设立了一个书店,叫群众书店 然后1956年9月 根据公安部文化建设的需要,改建成为群众出版社 是这么个东西 所以 你看这本书 出版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是有问题 好,我们讲讲贺电 贺电 贺厅长,贺厅长是什么情况呢,1963年4月出生 属兔的 出生于吉林 黎树 本地人 他是博士研究生学历 法学博士学位 他是法学博士,没说他是哪个学校 二级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级警戒 他有16个组长 和专家的头衔 我大概都说一下,不全部读完 公安部智库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吉林省优势特色学科 公安学学科带头人 还有个公安学 专家 荣获吉林省首届十大杰出中青年书法家 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 他还是 全国公安书法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法学理事 然后是 吉林省法学 法学会副会长 然后后面是一六的 吉林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平衡法研究 会长 警察协会的副会长 法理学研究会的副会长等等 就很多了 就是 这么多头衔 讲讲他履历,吉林省委组织部助理调研员 政处级秘书 公安厅交管局副局长 然后是通话市公安局副局长 然后是省公安厅金针总队总队长 然后一步步升上来,后来就是 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 吉林警察学院 党委书记,为什么警察学院会 发他的东西啊 然后最后2019年,去年11月11号 任吉林省 公安厅党委副书记长务副厅长 这是个实权派,有权力的人 然后他有一堆的成就 发表论文50篇 然后就有著作,出版著作30部 所以平安金不是他第一本著作 他之前有30部著作 他还是个书法家 字语成好奇人 他是2019年11月29号当选全国公安书法协会的主席 贺电最后一次露面是什么时候,是7月15号 吉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金波 主持召开 公安厅党委扩大会议 内容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是 这是整个的过程,然后这是7月29号下午 然后就 吉林省新闻办通报 省委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贺电 这个平安金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那么整个的事实我大概都跟大家描述了一下 欢迎大家这个,如果受不了 就可以先吐一下 平安金作为一个无比荒唐可笑的一本书 他其实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现实 社会现实 文化氛围和学术环境 反映了就是 他其实,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真的很能够 很能够反映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子 真的就是这样 这么一个,你看这个贺电影,你看这个样子就知道,看他写出来的书 你知道 这是一个胸无点墨 不学无术的人 他是个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的人 你看他那本书的内容知道 一岁平安,二岁平安,一直到99岁平安 什么 什么火车站平安,就这么写出来的那本书 基本这样的东西 那么 这样的书能够,就是 他居然,这本书就说,我说 这个世界上烂书一点都不缺 烂书一点都不缺 但是有一个人可以把一本这样的书拿来出版 你想他得厚颜无耻到什么地步 他不仅仅 不以为耻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就是大家已经完全已经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我们判断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准则都没有了 就是说他已经,我们经常讲,有些事情我们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好 我们有的时候会一样脖子过去,厚厚脸皮就过去了 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经常很多人会这样子 我们要不怎么办 但是 有些事情你是知道的,是不能做的 因为做出来很丑 这很丑,很羞 人是有一些不好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人类社会呢 有一股力量,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个社会维持这个社会 能够处于一个良性的状态,是什么力量?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你不好意思去做一些事情 你会不好意思 有的时候你会一仰脖子过去,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会不好意思 特别是走到某个极端的情况下,你真的不好意思 那么你看看一本这样的书 这一个厅长,一个副厅长,常务副厅长 级别很高的,你想一下 他在吉林省当常务副厅长 那在吉林那基本上是 呼风唤雨,而且他是公安厅 公安厅现在什么情况,现在公安厅的权力不知道多大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 可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会去出一本这样的书 他完全就觉得没有问题 完全觉得 没有不好意思 所以中国社会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已经失去了 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什么 没有底线 就是已经失去了,大家都不觉得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讲 在这个事件当中 你可以看 这个贺电一看,你看这本书你知道,这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凶无点没 然后 他居然还是一个博士 他不仅仅是个博士 他还是个博士,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这相当奇怪吧,其实 其实我们经常讲,在中国那个学历 学历通胀 就是 学历的inflation 学历通胀很厉害 你看到这些当官的一个个都是博士硕士,各种各样的名头,全部都有 标配 但是你跟他 一交往就知道,这是个 这是个饭桶 但是全部都有博士学位 或者是硕士学位 他比我们的学历都高 为什么 权力,只要他有权力 这些学位都是为他们可以准备好 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在这件事情当中 当初你可以非常典型,就贺电其实是一个 中国官场上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这样的人物,就是 不学无术,但是他也是博士,甚至是个教授 然后二级教授 然后他有各种各样的头衔 而且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种头衔已经荒谬到了什么地步 就是这样子,你看 你在中国,你跟别人交换名片,你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的名片是折过来的 我们明天就一张纸 对吧,它不是一张纸 它是一张纸折过来,因为那张纸很大,所以它折过来,为什么很大 就是各种头衔 各种头衔,各种头衔是什么 就是它的社会地位 永远的资源 和它的关系 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 这几个基本事实,我们先说一下 第1个基本事实 这就是一本奇书 或者是烂书 或者是奇烂的书,或者是烂得出奇的书,这是第1个 第2个 作者是一个 有权有势的公安厅的副厅长 这是第2个 第3个 这本书的出版是有问题的 就是 出版社不认账 就是出版社不认他出过这本书 那说明什么 这是一本盗版书 或者是 非法出版物 就是我们讲 盗版书不对,应该是叫非法出版物,为什么 因为出版社都不认账,那你想一下这是个合法出版的书吗 一定不是 一定是假冒了别人出版社的书 所以你想一下,一个公安厅的厅长 出了一本非法出版物 就是第2个 第4个,第5个 当地媒体 当地的官方机构 集体吹捧 而且 他还调动了什么 从政法委一直下来,到宣传部一直下来 搞个活动 来推广这本书 那他动用了什么 动用了他的权力 利用他的权力 产生的影响力 让这件事情发生了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基本事实 那么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 从第1点反映了现在的政治现实 我们经常讲 中国的问题 中国那些往上追 一直追下去 追到最后 都是什么 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后面追,一直追下去 追到后面全部都是权力 就是权力 就是只要你发现了问题 你一直往这个问题的源头追 追到后面全是权力 那么 政治现实是什么 政治现实就是 什么叫政治,我们先说什么叫政治 政治就是资源分配模式,就叫政治 简单的说就是切蛋糕怎么切 谁来切 切的规则是什么 怎么分配这些蛋糕,这就是政治 政治 总的来说就是 资源分配的模式,就是政治 那么 你如果 一个公安厅的厅长 他附庸风雅 不仅附庸风雅成了 而且 把这件事情办的 办得很完整 各方全部配合 只有核心的那个最关键的地方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齐烂 这事其实是办得很成功的 你想一本书这么个推广法 那还不成功,如果现在的问题是 最大的问题是这本书是烂书 齐烂的书 所以一个公安厅 厅长 在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原因是什么 源头就是权力 因为他有这个权力 这就是中国 中国的政治现实 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 中共垄断了这个权力 独裁嘛,东参部垄断权力 垄断了权力之后 然后呢 中共里面的内部人 就利用这种权力 垄断所有的社会资源 把所有的资源全部垄断在手里 就说你辛辛苦苦,很多人辛辛苦苦考了 读书读了十几二十年 非常优秀 最后读了个博士学位 别人当厅长 直接就拿到了 一天书都不用读 就有博士学位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垄断所有的社会资源 然后用这些社会资源 为我自己服务 就是为他的私利服务 这是第1个 这个政治现实 第2个就是社会现实 你看一下现在的官员都在干什么 都搞什么鬼 都在搞什么鬼 第1个 一个厅长 一个厅长也是部级干部 部级干部中国不多的 部级干部真的不多的 你看看部级干部就是一个这样的水平 中国是很典型 中国的部级干部差不多也就这水平 凶无点磨 靠关系 靠战队 开拍马屁 爬上去,一步步爬上去 我们看到简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公安系统一直在公安系统 然后一步步爬上去 这是他的水平 然后 他的学历,博士学位,但是你一看他写的书,你这真打像博士 第3个 他关注些什么东西 你看看他关注些什么东西 他关注的点,他的视野 他的观察 他的 重视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乌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他的 你看他们现在这些,从这些官媒 到这些部门,政府部门 他们之间的这些操弄 赤裸裸 完全都没有遮盖 非常赤裸裸 这是个厅长 这些人 捧他的场 他想要做什么 配合他来做 赤裸裸的,完全赤裸裸的,没有任何的遮盖 这是什么 这反映什么 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就是官本位 就是 只有权力 才能说话,其他都得闭嘴 那你想一下,14个 14个前头 组长什么的,各种前头 官本位 所谓 什么 什么叫,很多书在写 分析中国的官本位社会呀,官本位的特点 就从这个人的身上,贺电身上就能非常清晰的 反映出官本位在中国 的这个特点 特征 这是第2个 社会现实 第3个 文化氛围 我看了一下,我搜了一下贺电的这个书法 他 他是个书法 他介绍里面讲的是书法家 我不评价他字写的怎么样 但毫无疑问 这本烂书 一个厅长 出一本这样的书,我觉得他完全都不觉得这是本烂书 这才是问题 而且其他人也跟着一起起哄,这才是问题 那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网上书店,现在的网上书店 大家知道网上书店排到最前面都是谁的书吗 对了 习近平的书 我一看了这本书,我就想起习近平的那些巨著来 其实这就是现在的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些东西 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 你可以看 从电视开始 电视 网络 出版 然后到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像微信 抖音 你现在可以看,你现在看现在的这个媒体也好 书籍也好 包括你抖音里面的那些笑话也好 小孩子啊,最流行的那些语言也好,你可以看出一个非常 非常 共性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些作品 从书籍 到抖音里面的短视频 到微信里面的那种传播出来的那种 这个十万家的那种文章,鸡汤也好,各种文章也好 现在中国的文化 文化氛围是什么,有几个特征 第一 非常出自滥造 这是第一 低质水平非常的低 这不是一般的低 水平叫低质,第1个是低质,第2个庸俗 俗并没有错 俗没有问题,俗就是说你的 你的定位相对来说比较浅白,叫俗 俗就是让大家容易能够理解,雅俗共赏 俗和雅是对应的,他并没有对错,没有高低之分 他只是 理解的方式的问题 但是庸俗就不同 庸俗就是很恶心的了 就是 低质庸俗 但是最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价值观的扭曲 中国现在的文化氛围最核心的问题 是这里,就是价值观的扭曲,你去抖音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抖音,或者是微信上面很多文章 他反映出来的那种扭曲的价值观 金钱至上啊等等,这些完全没有 就是说你看这些视频,时间看久了以后,脑子会变成残废 我认为是这样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夜郎之大 就是我讲的这种 就我就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自信 真的是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叫夜郎之大 现在中国的这种文化氛围 就是一个这样的氛围 第3个,第4个 学术环境 为什么我要讲学术环境,因为出版嘛 出版还是跟学术有关系嘛 那么现在的学术环境在中国 大家 一讲学术环境就会想到 两样东西 第1个就是创新 第2个就是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我不说,刚才已经讲过了,已经是很恶心了 还是创新 那么在中国你可以看到现在从 从上到下 一系列的 叫什么,我昨天看在推特上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广州的一个书店 有个人在广州书店打开一看,拿了本书打开一看,中间有很多东西给涂黑了 新书被涂黑了 大概是什么意思,那个书店辛辛苦苦的把那些 敏感词给涂掉,你见过这样的事情吗?我没见过,第一次我在推特上看见 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 各个层级的图书馆 过筛再过筛,过滤再过滤,拿那些 不良书籍给它清掉 所谓的不良的书籍就是不想让你看到的书 等等,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是什么 这是什么 叫学术自由 思想自由 都没有 当然还有 精神独立,独立精神 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如果这些全部都不具备 怎么会创新呢 怎么创法呢 所以 学术环境 就 我们 就不用再谈,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讲,为什么经常 鼓励大家 还是出国读大学,特别是本科 能够尽量的出国,还是尽量的出国 为什么 你想一下 如果你连学术自由都不存在 你怎么会有大学呢 我都经常讲 中国就一所大学 叫什么大学 中央党校,其他全是分校 全是分布 中央党校的分布 所以学术环境就是一个这样的鬼 第五 结果 结果就出事了呗 其实 这件事情最终的,你看到的就是 吉林省委 组织一个调查组 去调查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这就是结果 你别以为说我去派调查组去调查 要查出个结果来 不是的 派调查组这件事情就是结果 就是说明什么 贺电出事 贺电为什么出事了 贺电办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官场上,这根本不算个事 为什么 用他的权力 他可以用权力干更恶心,更完蛋的事情 都没事 无数的人都在干 只不过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出事 因为他惹得大家都关注 就是把这个事情 全国人民在关注这件事情 为什么 从什么角度看 只从一个角度看 维稳角度 如果你从维稳的角度 贺电 办的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办出来被大家都关注 大家都在热议 他就出事了 这就是中国官场现在的问题 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两点 第一点 当局 我在说当局,或者是中共 觉得 贺电把这事 办恶心了 办得大家都恶心了 大家都恶心,这件事情谁来背 这件事中共在背 为什么,因为他中共的官 所以呢要 处理他 处理他的原因是因为是这件事情 这就是出事的,什么叫出事 那我以前讲过,在中国官场里面 出事 中国官场有两个概念,第1个叫倒霉 第2个叫出事 倒霉是什么,倒霉就是完蛋了 出事了什么,出事了就是导火索 就是在中国官场有个规则 什么规则呢 这个人倒霉了 他才出事 而不是因为他出事了才倒霉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控制不了 这就是出事了才倒霉 贺电就是出事了才倒霉 但是通常中国官场是先倒霉再出事,为什么 你比如说 这个人的上级 就是罩着他的那个 这个大树倒了 出什么事倒了,或者是被他的 政治对手给整翻了 整翻了之后呢,他不就没人保护了吗 然后他就被人查了 一查出事了 中国的官场大概就是出事了,大概是这个关系 他很少 因为出事了才倒霉,他都是倒霉了才出事 但是 贺电这件事情 真是 出事了才倒霉 为什么 他肯定要倒霉,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一件 他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 就是 一下子 全中国网友在 议论这件事情 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情 控制不了了 舆论控制不了了 那他就倒霉了 他就出事了 出了事跟着就倒霉了,为什么 要维稳 他就要被牺牲掉 好吧,我们大体上把这件事情大体上说说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真的是 就是 就是一本这样的书,其实是非常反映中国的政治现实 和社会现实 所以我们今天总结一下 中国的一个公安厅的副厅长出了一本奇烂的书 成为热议的对象 那么热议的这个结果导致 中共觉得他坏了大家的事,所以开始调查他 没有一个中共官员进得起调查 所以 他要倒霉 这就是结论 好吧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我们最近需要 我再呼吁一下 如果有网友有兴趣帮助我们做字幕,参加我们的字幕组 请在视频的下方找一下我们的 反馈 邮箱 发个邮件给我们 来参与我们的字幕组 好吧 OK,那么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后 为了提高我们的 沟通效率,那我们就尽量的不要聊天 三个 情况、问题、观点 谢谢 您谢谢 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谢谢 谢谢 谢谢 王老师辛苦了 我的ID是格萨尔王 格萨尔王,OK 请以宽衣地的错误读法为准 PS,今天我的ID真是应景啊,非常应景,的确是 好,观点 这个荒诞时代的荒诞产品,非常正确 非常荒诞 就是有点 有点这个叫什么 黑色幽默的味道 观点 这些破玩意儿的东西,也能编出一本书来,还极力吹捧 可见中共体制有多么烂 现在吉林王警很忙,都忙着删文 跟着抓捕质疑平安金的人员 观点,一定要把这本书留下来,放到文革2.0纪念馆里 写上作者的生平,贴上作者的照片 现在谁都在查他的生平的照片 情况,维尼苏的 卖到了非洲,还有各种吹捧,各种组长头衔 学位是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读出来的法学博士,一样的 上梁不振,下梁不振,一样的 所以我 我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起了 习近平的书 习近平什么 什么治国理论啊,什么类似这样的,类似这些书 观点 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大约说过,习近平治国理政 乃是座右铭,枕编书 案头卷,香笛宝,贵礼金 这个还是有点水平 有点水平 你看看这马屁拍的 座右铭,枕编书,案头卷 香笛宝,贵礼金 后面这两个我就想不起来 香笛宝跟贵礼金我就没想起来 想不起来 情况,群众出版社总编余浩诚 和方立之等一批人同时被开除党籍 后去美国,出版社原来在公安部院里 后搬去方庄 那是还挺偏的 情况,王老师,我就是出版社的 联合出版的意思其实就是 一个公司找出版社买的书号来出版 书号是人民出版社 但这本书的策划是在群众出版社那里 那联合出版怎么说呢 人民出版社得认啊 人民出版社不认 联合出版 策划在群众,但是如果你是书号是人民出版社,你也只能是出人民出版社 但人民出版社发表声明不认这个,说没有出版过 那是谁的问题 那应该是人民出版社的问题 应该是人民出版社的问题 人民出版社有问题 因为书号是他的 他拿出来的 那是现在在甩锅了 人民出版社 他出版社 出不来发表声明说他没出过这本书,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一点 贺电完蛋 你想一下 如果贺电没完蛋,人民出版社敢出来说这样的话吗 如果这位网友说的是真的话 书号是人民出版社 不管这本书 怎么出 他都得认账,因为这个书号是他给的 他卖出去,或者他卖出去也好,他给的也好 总之这个书号是人民出版社的书号 人民出版社的书号,谁的书号就是谁出版的 这个没得不认 就是说如果他 贺电肯定手上握着 人民出版社的这个书号 否则怎么出这本书,或者是群众出版社握着这个书号 否则这个书是出不了的 人民出版社跑出来讲,发表声明说我没有出这本书 说明什么 说明贺电根本就 已经完蛋了 他出来说这个话没问题,为什么 因为我怎么说 他都反驳不了,因为他已经动不了 只能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你说呢 这位网友 再给我们回馈一下 情况,本人喜看书,现在的阅读体验太差 屏蔽词,为了避免被删,作者故意用错别字比比皆是 比如叉叉 叉叉 叉叉不离时,叉叉不离时,八九不能写出来,比如 比如中叉叉人,看上下文才知道国君两个字是屏蔽词 民主 木田,这种错别字比比皆是,你这是看哪的书 这不是书吧 书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吗 观点,这些官员所谓的书法家名头,就是受贿的白手套 既然是书法家就可以卖字 而且卖很值钱的字,想贿赂的请他提个字,明目张胆的送钱 观点 同意王老师,反映了政治现实 中医院士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认为中医能够起到安慰作用 隔离作用 这就是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开出的硕果 非常对 情况 平安经的作者,百度介绍说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 还是二级博士导师 什么二级博士导师,我在海外是博导 没听过什么叫二级博士导师 他说二级教授 观点 唯有习大大有资格写一本《中国人民平安经》,里面是14亿中国人的名字 加上平安,人手一本 定价999.99元 此季可以创造GDP14000亿 情况 山东现在由女德夏令营 后清真的 后清真的回来了,我相信不久 国小角及癥结牌坊就会回来 我看到女德班的发言,不到10秒钟我就想吐了 山东这些年真的出了很多幺蛾子 山东 最近的 最近的新闻就是病春,病春也真的是祸国殃民 为了钱,那啥事都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 山东最近这些年真的是 真的是幺蛾子太多了 观点,由王先生今天的话题延伸一下 中国今天的大众文化已经腐朽不堪 呈礼崩乐坏之事 一是官方权利的审查,二是资本的强势介入 三是多媒体阅读时代,人们保持的注意力的时间大大缩短 阅读书记已经成为稀缺的习惯 那,李崩乐坏不是现在的事情了 李崩乐坏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就李崩乐坏了 这是第1个 第2个,官方的权利,中共是文化的敌人 中共就要摧毁所有的文化 然后装进去他们要的文化,他们装进去根本不是文化 那是什么 那是异化 那是异化,那是伪文化 所以 在中共的治下不存在文化 这是第2个,所以他们 利用他们的权利在毁灭文化 这是第2个,第3个 资本的介入对文化,当然全世界的文化都是靠资本来支撑的,没有资本就没有文化 你一定要记住 你现在看到这个资本,根本就不是 我们所谓的支持文化发展的资本 那只是 资本 资本是文化的前提,没有资本的介入就没有文化 任何时候都是一样 然后是 多媒体阅读书籍成为稀缺的习惯 这不是人的问题 这是书籍的问题 如果大家的阅读时间缩短了 那就应该出版一些适合 短时间阅读的书籍 你说呢 所以在发展 他没有因应这个时代的变化 因应人的这个变化而变化 观点,从49年建政开始 毛的红宝书,文革中指鹿为马 灭绝人性 然后又到现在这个平安金 这不过是荒诞离奇中的大笑话罢了 习近平哪天不也是在荒诞的自我欺骗中 自我满足,然后更可笑的是小粉红 也会在这种荒诞中乐此不疲 这是一个多么可笑可悲的事情 其实CCP这一帮人 真的没啥好怕的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水平很差 观点 这种风气让我想到海航 海航作为一家公司,从上到下官僚文化佛文化 完全不像公司 反正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一个中年男人的一个形象是什么 中年男人的形象就是 手上带的串,然后嘴上说的佛,大概是这样 然后泡茶等等各种 中国的中年男人 观点,我读大学时上的一门学分课 老师直接说没什么好学的,都及格 后面全部逃课,最后都及格 赞他 提问 王先生看到美国从德国撤回 1.2万士兵的新闻了吗 德国也没有对华为发声 总感觉CCP对德国的影响挺大的 德国不愿意跟美国一起抵制中国,你怎么看 我今天看了一些 但是没有时间看太多 我看了一些德国,关于德国的一些介绍的文章 那么德国 最近一段时间 德国在香港议题也好,在中美 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冲突也好 德国的态度让很多人觉得 德国亲中,甚至认为他们亲共 这是一个很多人的看法 我今天看的一些材料,其实他是 他是做了一些解释的工作,就说 德国人的思维模式跟 他们有一些既定的思维模式和他们的 这个政治的 政治现实 他们基督教 基民盟,基督教民主同盟和他的一些政治盟友 他们之间在和中共的一些往来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应该保持和中共的接触,这是他们的想法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让我了解更多的德国 德国他们的政治 政客们和他们政坛的一些现状 那么 德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其实不是德国的问题,是 欧盟跟美国的关系 欧盟跟美国的关系其实是有点 有点微妙 那么 我今天看这个川普总统在讲 讲这件 撤军的事情 那么川普总统上来就讲 这个德国欠我们很多,占我们的便宜 他不增加这个在北约的这个军费等等,讲了很多,他一直在占我们的 便宜等等 那么 美国的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提出的美国优先,其实 对他的西方盟友有一些 有一些混乱 其实是造成他的盟友的一些混乱 因为为什么 因为盟友嘛 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你也有让别人占点便宜,别人也让你占点便宜,你不能光说你占了我便宜,你不说你占他的便宜等等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双方需要协调的地方 讨价还价嘛,就谈呗 那么川普其实对 川普对谁最狠 川普对欧盟最狠 他对很多,在欧盟的问题上他非常的强硬 川普 所以 欧盟的各个国家,包括德国,特别是德国跟法国 很反感 对川普总统是很反感 就是在发生中美之间冲突之前 其实大家已经翻脸 就差不多翻脸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跟美国之间,中美之间发生冲突 欧盟的态度就变得比较 没那么积极 至少没那么积极 我觉得是有前因后果的 那么 德国也有一些 他们既得的利益,比如说德国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些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德国的确是 你可以看是在西方阵营当中,西方阵营当中德国的立场是最保守 德国的立场是最保守 但是呢,你说他亲中或者亲共了,我又不觉得 他只是做法不一样而已 他只是做法不一样 这是我的基本的判断 基本的判断 他只是觉得我没必要跟你起哄 我按照我的节奏来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王老师你好,请问目前美国对华为的 对华的制裁是否是其所希望 为什么希望 如此一来可以加深中美敌对关系 制造外部压力,甚至引发局部战争 为终身制埋下伏笔 而川普可以通过对华制裁赢得更多的选票 可谓双赢 我不喜欢说反话 为什么 他是国家主席,他是老大 你说把他现在的处境搞坏了 那他怎么收拾呢,他是老大呀 对吧 他得买单的呀 你说制造这个结果,让中国的处境 很困难,然后他就可以连任 他怎么能连任呢 他怎么交代呢 这是 这是不make sense的事情 对吧,你说呢 情况,王老师好,我曾经在国内买过几本 英文原版词典 有一些词条直接被弄黑了 都是关于台湾的,西藏的 在一些进口的书店,英文小说直接撕掉一些内容 这就是文化的敌人 情况,今天美国国会听证会 谷歌、苹果、脸书 亚马逊 问中国政府是否偷欠他们的技术 谷歌和苹果说他们公司没有 扎克伯格肯定都说有 贝索斯说有听说 可以看出公司的立场 观点,难怪CCP做了那么多破坏传统文化的恶事 原来是要拉低社会智商 让老百姓不要发现他们是胸无点磨的无赖 想到前几天,一个朋友在朋友圈 炫耀在学习强国软件上得到的高分 不胜唏嘘 垃圾思想还分为至宝 就是这样 其实中共现在,其实一直以来,中共见证到现在一直以来 他的治国理念就是两样东西 中共的治国理念就是两样东西 第1个就是洗脑 第2个就是棍子 就是 先洗脑,洗到你不会反抗 好,剩下还有个别反抗的 拿棍子打 直接打到 打服为止,不服就打死 中共治国就这两个 他总体的思维是什么 总体的思维就是 以前的帝王术 就是封建社会的帝王术 加上暴力 就这两样东西 封建帝王的弱民 就是让老百姓 穷 让老百姓弱智 让老百姓差,不能给他吃太多,陈云有讲话 你们去网上搜一下,陈云有一段讲话,就关于 关于怎么对待老百姓的,有一段讲话,非常非常经典的反映了 中共在治国方面的基本思想 就是要让老百姓穷,让老百姓 低智 让老百姓 不知道,就是 天天在胃口奔驰 你在胃口奔驰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想那么多 追求政治上的权利了,没有,没空 就这个,这就是中共的思维 情况 云南白药的有效成分里,居然有现代西药的提纯物 中医不需要大规模的临床对比实验 就可以上市,美其名曰 经验医学,这就是糊里糊涂 典型的中古时代的思维 非常正确 观点 中医的问题已经是几百年没有更新了 西医与时俱进 中医尸骨不化 情况,王老师,国内出版非常乱,买卖书号是常见的事 照理说这是违规的 吉林那边特别乱 吉林文史出版社 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本本版书了,全是民营公司 和其他的单位买他们的书号 一个书号大概四五万,不算审稿,排版印刷费 还是四五万 十几年前就四五万,现在还十几五万,通货膨胀已经这么多年了 没涨点吗 还是四五万 出版社的,出版这一块,我以前觉得,就在这么多领域当中 出版大概是控制的没那么严格的 那么还是有一些 还是能够看到一些 还有一些好书的 但是这些年 那也是干净了,差不多干净 王老师好 情况,欧盟限制向香港出口敏感技术设备 外交部已经提出严正交涉 欧盟也开始跟上来 我觉得欧盟也开始跟上,我觉得 批评欧盟这个亲中或者亲共,我觉得并不是,我并不认为是事实 他们的节奏 不一定和美国一致 情况,某网站文艺编辑接到投诉电话 为啥故城的诗不让评论 编辑说是不是有敏感词被屏蔽了 对方立马急了 我就写了一句话 黑夜总会过去 光明才是永恒的,你说说哪个敏感词 黑夜光明还是永恒 编辑很淡定 夜总会 王老师,您好,您说的很对,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底线 已经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您常说,中国每到命运的十字路口 总是选择最坏的那条路 中国历代当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他们不愿意选择一条大家共赢的路来走 非常对 他只选择一条 对他来说 保证会赢的路 对他来说,保证会赢的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部都会输 就他赢 观点,今天看一篇文章 说现在奴隶虽不在 奴性却永恒 奴性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 最初 最初是外在 外在强加的 但逐渐内化为自身的自觉意识 二 被动的 非自找的 三,对自身没有益处,但意识不到 四,无原则的接受,没有底线 奴性是基于 生存欲望的理性服从 他是暴力恐吓,利益诱惑 和思想禁锢的产物 所以奴性极强的人 很少有人性 在奴性 之人的世界里,没有共情和同理心 他们只有敬畏和模仿力,没有思考力 对照当下真是一针见血 王老师你好,我在江苏,想去台湾工作 因为个人看好台湾未来的发展 但是父母不让我去,王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很简单啊,你就问你父母是不是养你一辈子 如果他们决定养你一辈子,你就听他的 如果他们不能养你一辈子 你就自己去呗 你这么大个人 难道还决定不了自己的未来吗 好不好 鸣谢一下 闪电233,谢谢,又赶上直播了,请王老师喝一杯小咖啡提提神,谢谢 谢谢,王老师说起大学,让我想起以前在国内的教授说 我们都是被阉割的 那是感受不深 后来出国这些年,有了对比,才深深理解到什么意思 我们整体文化环境的崩塌 坍塌与崩坏 想起来令人心凉 是的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